終於我們要進入各位學過的第二個計算 重量百分濃度 我們的所謂的溶液就是兩種以上存物質混合得很均勻 這個叫做溶液 所以溶液就是一個均勻的混合物 就是裡面大家都一樣叫做均勻的混合物 我們寫的叫溶液是三點水 水字邊的 但是它不見得一定要是液汗 可以是固體的 固體溶在固體裡面 比如說合金 也可以是液體溶在液體裡面的 比如說酒 酒精溶在水裡面 也可以是氣體溶在氣體裡面的 比如說風氣 氧 氧 混在一塊裡 所以它容易在理化上 它可以外觀上可以是固體 可以是液體 可以是氣體 這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在教各位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液體 外觀上是液體 溶在液體的東西裡面 外觀上呈現的是液體 但是就學理上說 它可以是固體也可以是液體也可以是氣體 那麼溶液 我們都知道什麼其實所謂的液體溶液嗎 有所謂的真溶液 真溶液就是那個被溶解的東西 顆粒變得非常細小 均勻地塞在那個溶解它的東西裡面 它通常會呈現透明的光可以讓整天穿過去 我只說透明 我沒有說膚色 硫酸酮水溶液是一個真溶液 可是它是藍色 它是藍色 這叫做真溶液 還有叫做膠態溶液 膠態溶液就是那個被溶解的東西 膠態溶液比較大隻 然後什麼 比較大隻 光照過去之後會反射 所以說形成一條光路 你看那條那個袋子 光袋在上面 光袋在上面 這個叫做所謂的膠態溶液 還有一種叫做懸浮溶液 基本上懸浮溶液 並沒有真正的溶解 它是那個飄在那個水裡面的 比如說細沙子 這叫做懸浮溶液 你放久它就會沉澱下 放久它這個沉澱下 這叫做懸浮溶液 所以有分這三種溶液 那麼有一些專有名詞 叫做溶液 溶液溶解別人溶液 叫做溶液 比如說糖溶與水 水到溶液 水到溶液 或者是什麼溶液 甲粉 甲粉就叫溶液 溶解別人的東西叫溶液 我們習慣上如果有水 水就叫做溶液 它就溶液 不管多少 如果不是我們平常的管理 看誰比較多 A跟B混在一起 A比較多 這樣A就叫做溶液 B叫做溶脂 被溶解的東西 剛才講糖溶溶水中 水叫做溶氣 糖就叫做溶質 糖就叫做溶質 什麼叫溶質 所以就是被溶錢的東西 那一個叫做溶氣 一個叫做溶質 然後最後混合起來就叫做溶液 所以呢 我們說溶液就是溶質加上溶氣 翻成白化的叫做 糖水叫做糖加水 糖叫做糖加水 糖叫做溶質 水叫做溶氣 糖水叫做溶液 他們叫做溶液 OK 名詞了解一下 那麼我們國中在教你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溶於水 水可以溶解很多的東西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東西 有的東西叫不溶於水 比如說沙拉油就不溶於水 那我們就要溶在別的東西裡面 比如說溶在酒精裡面 溶在什麼裡面 那個就是如果溶氣不是水 叫做什麼的溶水溶液 溶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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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國中教你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什麼 水溶液 所以我沒有特別說 特別指明 我們的都是溶在水裡面的 我們在教你的時候 我們考試考你的時候 都考的都是水溶液 我們基本上沒有去強調 所謂的飛水溶液 只是的確水不會溶解所有的玩意 所以有些東西是飛水溶液 這是有關於溶液的一些概念 跟各位的一些介紹 可以嗎 可以